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墳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神戶美利堅Park店是關西第一間在公園內的星巴克 也是關西最大家的店鋪 傍晚在這家充滿藝術感的星巴克點個咖啡 一路坐著等太陽下山,到晚上看看景色的變化吧 美利堅公園位於神戶港 是神戶最具代表性的景點之一 星巴克就位於白天 或夜晚都很美的公園內 由於公園很空曠 讓這家星巴克容易被找到 店鋪建築外觀很有特色 像是一個藝術品一樣 跟充滿藝術氣息的每一間公園十分的搭配 光是外觀的美感 就可以讓大家照相照個夠了吧 到了晚上這家店的打工也照亮了公園 帶給旅客充滿浪漫以及溫馨感 咖啡店總共有兩層樓 一樓是點餐的吧台跟座位區 吧台就在店內的正中間 跟一般星巴克靠著牆壁的點餐區有點不一樣 木頭使用當地產的木材 然後水泥地板使用回收的咖啡杯跟咖啡豆所製作 注重永續經營跟環保的概念 室外有一些座位 天氣好的時候在外面喝杯咖啡也不賴 走到二樓鮑勃最喜歡的是室內面對神戶港的座位 可以邊喝咖啡邊看港口的海景 真的是太享受了 二樓室外的靈異區可以直接看到神戶塔的美景 晚上的大燈真的很浪漫 有曖昧對象的各位 可以趁人少一點的時候跟對方告白 喝完咖啡可以直接在美麗堅公園散步走走 讓大家充分體會這個港口城市的魅力 白天的朝氣跟晚上的浪漫都很棒 公園內的神戶塔也是神戶重要的地標 於1963年落成使用 高108公尺 除了鐵塔本身夜晚很美 使用7000多顆LED點綴以外 展望台可以360度的看神戶海景 以及城市的景色 於美麗堅公園只有一條街之隔的神戶舊居留地 是神戶於西元1868年開港通商之後 外國人所居住的區域 這個區域除了百貨公司 與精品店伶俐以外 也有很多歷史建築可以拜法 沒有去過歐洲也沒關係 在這裡拍一張充滿歐洲感恩照片吧 以上就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